简小姐 下周三我有时间 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吧 这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这应该算是第二次见面 可是婚姻又不是儿戏 简小姐 你我都是成年人 自然不会期许 根本就不存在的爱情 你考虑好的话 给我打电话 简安 对不起 为了顾家我只能这么做 妹妹 谢谢你的成全 我一定替你照顾好顾南景 我记得盛天 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你给我关 我答应你 周三去领证 简然 实际上 新总裁马上就要到 部门视察工作了 我让你准备的 新辉集团招标资料 我给您拿 钥匙出了什么纰漏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明白 秦 秦月 怎么会是她 秦总 简然 资料 你 安身回家 秦总 您久等了 叫我秦月 对了 您尝尝这些菜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怎么了 您不喜欢吃洋葱吗 没有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你丫头吃那要吃了 大家都不跟我说一声 没有 那这样 今天晚上我去你家住 给你睡一晚 还不行吧 那你睡一觉 好 拜拜 那个 我闺蜜今晚出差回来 她不放心我突然搬出来 所以 我今天晚上得去她家住 我送你 那你回去注意休息 你是给我打电话 喂 那医生 我吃洋葱了 有些人 还真是狗改不了知识 别以为你换了个地方 就没人知道你以前做的那些丑事 信不信我让你上门热搜 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我的女人 秦 秦总 滚 不知道下午去办离职手续 是秦总 下午就是新辉的招标会了 你好好回去准备一下 好的 进 进 简小姐 这是我们的新辉集团董事长顾总 怎么是你 贾燕 小 贾燕 你放开我 贾燕 三天过去了 你还不肯原谅我 你 你不要这么叫我 我觉得恶心 开门 我把新辉所有的项目叫我 你还不肯原谅 你别过来 你不想因为你 当我们的公司的发展 你 你 你谁啊 让开 你谁啊 秦月 好 这两个子都在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走 我还不能走 我生了 你先回去吧 我算是谁 我是你丈夫 你回家 别走 臭小子游泳不肯定来 我创新科技 秦月 飞 小小创新科技的独裁 见何本商也对着干 立刻停止 新规跟创新科技的所有合作 是 郭董 既然 既然再也到不到 我就亲手回来 就好 我看了 对 对 他 他 我看了 我看了 有点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